《上门龙序》第3008章 活得久一点最实际 对史蒂夫来说 眼下的局面可谓是豁然开朗 老爷子备受打击而中风 恢复得再好 也必然会有不少后遗症 更重要的是 心气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些都将降低他继续领导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可能 所以 自己现在尽可直接继承家族 退可以继承人身份代管家族一切事物 也算是实权在握 也正因为如此 他根本听不出叶晨的话 是在警告他 给他打预防针 他还以为叶晨故意让他不要这么乐观 是希望他能够再回到纽约之后 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于是 他心里对叶晨 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感动 虽说这个强制性的合作伙伴 一直让自己心中不满 但没想到 人家竟然还真是为自己好 这让他心里忽然觉得 我这要是大权在握 就立刻把他踢出去 给他翻脸 是不是显得我史蒂夫为人不太厚道 其实他哪里知道 叶晨根本不是为他着想 因为叶晨知道 绝对不能让霍华德 罗斯柴尔德这个老狐狸 就这么些了 散血就心丹都已经给海伦纳了 自己还指望靠那颗丹药 绝取多种好处 顺便再把史蒂夫继续按在第一继承人的位置上 于是 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史蒂夫的肩膀 微笑道 史蒂夫 带着你儿子 抓紧时间回去看看吧 海伦纳本来还想跟你聊聊双方合作 现在看来 暂时也没有机会了 不过你放心 你先一步回床前静笑 回头让海伦纳 亲自去一趟纽约 一方面代表北欧皇室 亲自去探望一下老爷子 另一方面 也帮你在老爷子面前 争取更多重视 毕竟他去纽约 也是因为和你聊得比较投机 而且女皇亲自过去探望 你这面子上 也更好看一些 史蒂夫也是老谋生算了 一下子就听出叶晨话里的意思 这是要让海伦纳去家族 给自己冲冲场面 毕竟老爷子 很想跟北欧皇室搭上点关系 借一借北欧皇室的皇室出身 也借一借海伦纳如日中天的民间人气 一听说叶晨能让海伦纳去纽约 史蒂夫心里是真的有些感动了 他不由自主地握着叶晨的手 认真道 叶先生 您放心你 我会永远记得您那句话 苟富贵 莫相忘 若我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 叶家 必将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叶晨一脸欣慰地点点头 你有这份心 就不枉我帮你一场 史蒂夫殷勤的连连点头称是 可下一秒 心里也不免疑问 妈的这件事 到底是谁帮谁呢 唉 算了 随便谁帮谁吧 反正他顺利把四方宝庄运出去了 我马上也顺利地接手大全 大家合作共赢 也算是个成功的商业合作案例 于是 他满脸感激地说道 叶先生 感谢您的帮助 叶晨微微一笑 加油 我看好你 其实叶晨并不怀疑史蒂夫此时此刻的真诚 但他也知道 这种真诚 多多少少有些冲动的成分在里面 这就像人喝多了酒 大多会变得比平时更大方 也更好说话 喝醉了许给别人的东西 酒醒了之后 就算不反悔 八成也会后悔 所以 叶晨知道 他这种口头承诺 绝对不能全信 否则将来被动的 就是自己了 毕竟 自己真正能彻底拿捏史蒂夫的 就是他出卖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 帮忙把四方宝状送出了纽约 送回了华夏 但是 要靠这个拿捏他 前提是 霍华德这个老狐狸的大权在握 一旦史蒂夫这个太子登基了 自己再告诉霍华德这个太上皇 他孙子曾经大逆不道 勾结外敌 霍华德也只能打碎了牙齿网杜利益 不然亲儿子也不会放过他 很快 史蒂夫便带着先一步来加拿大的儿子 一起乘坐直升机返回纽约去了 在他会纽约的路上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急救室内 霍华德的生命体征也算是稳定下来 只是 稳定归稳定 但老爷子的神经系统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最严重的 是他右侧身体几乎没了神经感应 除了右手 右脚 右腿 右臂之外 右侧的面部肌肉 舌部肌肉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 出现了目视可见的嘴歪眼斜 这同时也意味着 他说话的发音和口齿 也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标准的半身不随 不过好在 霍华德的大脑并没受到太大影响 思维能力依旧正常 待他恢复意识之后 脑促中的专家安慰他道 罗斯柴尔德先生 您现在的身体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只不过 目前发生了一些半身不随的症状 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康复医疗体系 只要您能够积极参加康复训练 相信不久的将来 就能够恢复自主活动的能力 霍华德心情依旧有些过激 哆哆嗦嗦 咬牙切齿地骂道 混 混账 爸 把我最好的 最好的律师团队叫 叫过来 我要跟华夏打 打官司 要回我们的四 四方 四方宝状 医生眼见 他血压 瞬间又直线飙高 连忙安抚到 罗斯柴尔德先生 您现在最忌讳的 就是情绪过激 如果您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的话 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甚至会危及生命 我建议您现在务必看开 所有之前看不开的事情 无论您在之前蒙受了多大的损失 您现在都要在心底时刻告诫自己 保命要紧 绝对不能让这损失继续扩大 尤其是扩大到自己的身体上来 以您刚才的症状来看 换作 是普通人的话 就职的时间稍微耽搁几分钟 有可能人就没了 说着 医生又认真道 罗斯柴尔德先生 您已经有花不完的钱了 可唯独没有花不完的寿命啊 在寿命面前 其他的什么都是浮云 华夏有位喜剧演员说得很好 人生最大的悲哀 是人死了 钱没花了 您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霍华德没想到 医生说话这么直接 这么难听 他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本能的想要生气发飙 可是紧接着 他便下意识地琢磨起 医生刚才说的那番话 发脾气很简单 但以自己现在这种身体状况 发脾气把自己发死 或许更简单 他享受了一辈子荣华富贵 自然知道 生命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宝贵的东西 四方宝藏 虽然关乎着整个 罗斯柴尔德家族 将来的运势和命运 但是 如果自己死了 就算以后 罗斯柴尔德家族 统治全世界 称霸全宇宙 又能怎样 可是退一步说 如果自己能活下来 能活得久一点 罗斯柴尔德家族 就算衰败一点 又能怎样呢 就算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自己手里衰败九成 资产从几万 甚至十万亿美金的规模 缩减到几千亿美元的规模 又如何呢 自己不还是有花不完的钱吗 自己不还是有想不完的福吗